来 次好观点好谈 中国商务部在15号提前公布了 对台湾的贸易壁垒调查结果 那结果就表示说 台湾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措施呢 他们认为构成所谓的贸易壁垒 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 这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 吴老师来参与我们进一步的讨论 欢迎吴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刚刚首先一开始破题 就是这个贸易壁垒 要请教一下老师 真的有像这中国所说的 我们有建立一个高墙 然后来阻挡我们之间 这种自由贸易吗 我们通常合理来推理一下 台湾是小型经济体 中国那边是大型的经济体 通常小型经济体 不会去惹大型经济体 也不敢对大型经济体 那个没大没小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现在是缓过来 中国那边以大自居 好像对台湾有所不满 对不对 那其实要想一想 因为之前他对台湾出口的水果 农于产品 取消进口或者加以限制 那对台湾的生产厂商来讲 就变成说有风险 要降低这个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所以要分散 那所以中国自己也经常用贸易或投资的限制 来当作惩罚对方的工具 所以叫做经济胁迫 你看比如说澳洲提出独立调查病毒来源 那中国就不高兴了 就限制他的红酒 牛肉 龙虾 煤炭 这些出口到中国去 所以中国自己经常拿贸易的壁垒 来当作一种工具 政治的工具 配合他的所谓战狼外交 所以他经常自己把这个贸易上 我不高兴 我就不让你卖过来 或者我就不跟你买 就这样子 他习以为常 然后现在拿台湾 台湾是小型经济体 哪里敢去惹别人 所以通常台湾是在合理的情况下 去做一些贸易限制 就像美国现在限制晶片 卖到中国 那你中国为什么不去骂美国贸易壁垒 所以他合理推测 这是一个政治操作 而且是选举操作 因为碰上台湾要大选 这些问题如果早就存在 为什么以前不提 现在还提 为什么是现在 因为大选 所以他在给台湾选民一个印象 因为他针对的不是台湾当局 他是民进党当局 所以他把这个问题 从主权国家 对主权国家的行为 变成好像是党对党 这个就表示 他一开始就心虚 他是要让台湾选民觉得 民进党执政的情况下 中国那边会对台湾这边 提出很多的这个贸易壁垒 来反制 反击台湾这边的贸易壁垒 意思就是说民进党执政之下 大陆不想跟台湾做生意 然后当然会找一些理由 这样子 所以他等于是在对台湾这边加经济压力 然后这样的行为在选举前发生 会起到反效果 我说他中国这样做 等同于在帮民进党助选 讲白一点就变成这样 因为你加压力 你请问你台湾怎么应对 台湾如果说好 你有压力 我接受你的压力 我屈服 这样行吗 这样你会发错信号 因为在压力之下的妥协 让步会告诉对方你加压力有效 对方只好持续加压力 所以你妥协跟退让 在压力之下的妥协退让 是引来更多压力 而不是解决问题 所以碰到压力之下的话 一定要顶回去 顶回去之后 要来协商 要来交易 要来让步 OK 但是你如果不先顶回去的话 你在压力下让步的话 我告诉你 你完蛋 你发错信 那其实不仅是他现在对外的压力 是他自己内部的压力 就已经爆棚了 没错 我们也知道现在美国的智库 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就有指出说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到顶 不论是新年失业 地方的财政次制 或是房地产的危机 外资出走 跟国内消费的需求疲软 都是让向来很强调 市场规模的中国 现在其实没有办法再刺激他们的经济 所以您有没有认为 真的是有到底吗 还有机会再突破吗 应该是 就是说他之前不买台湾水果 不买台湾农鱼产品 其实他也不是只对台湾 他对很多国家也有这种限制 包括中国的游客 比如说暑假的时候 老师们可以拿护照出国旅游 这种他都限制 其实他总的来讲 他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控制外汇开支 那表示说他后面的话 外汇储备其实很紧张 所以表面上他有好像三兆多的 那个三点一兆的外汇储备 但是他也同时很多外债 美元债务要还 扣掉的话 这些是别人的钱 扣掉的话 他其实真正掌握的 自己的钱其实不够 所以他现在在限制外汇开支 这里不买 那里不买 不再进口 他有限的外汇 他只能进口 优先的重要事项 在这里面反映出 中国内部经济压力很大 那么现在他所谓经济 到底是这样 改革开放以来的确出现过 高度的发展 然后这些发展 比如说几个驱动力量 第一个外来直接投资 现在外来直接投资要撤 再来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的话 饱和 你看那个高铁 不能再盖了 很多那个 比如说西南省份的一些山里面 盖桥梁 那些基础建设的话 很漂亮 工程美学 但是没有经济效益 经济上来讲很苍凉 然后接下来房地产投资 这个也饱和 再来国英事业的固定设备投资 简称固定投资 那个也饱和 像钢铁也都产能过剩 所以原本推动经济的力量 投资了四种投资 外来直接投资的制造业 然后基础建设投资 固定投资 然后房地产投资 全都达成他们的阶段性任务 然后全都饱和了 再加上这些建设都要举债 所以也变成过度投资 到变成过度举债 然后产能过剩 所以这个不行 然后这就影响到就业 影响到所得 所以影响到消费 所以你看 那个经济增长的三大动能 消费投资跟出口 全都出问题 然后出问题没关系 你要有新的动能来取代 旧的动能消退了 完成他的那个任务了 对不对 那你要找出新的动能来填补 这个缺口 所以你源源不觉得 有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进来 新的动能包含像 比如半导体电动车 这些算新的动能吗 对啊 就是说你要找到新的增长点 有吗 这个有增长点吗 在中国 在中国的话 他们尝试的结果 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新兴行业 新的技术领域 一定要民营企业来做 国营企业做不了 民营企业的话 恰好是共产党 采取敌对的态度 因为共产党讲的是公有制 他不尊重私有产权 他也不会那个尊重你的那个智慧财产权 所以他其实在那种体制之下 对创新并不友善 你看他会想要窃取别人的智慧财产权 对不对 他自己并没有去跑好保护智慧财产权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凭着民族主义 让很多人才叫做为国家 那个效力 为国家出力 可是到最后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领域的那些科技上的创新研发 他没有保护智慧财产权 他也不尊重私有产权 他动不动要查你逃漏税 查你的税 然后要你那个共同富裕 要让你捐出来 就是说拿着枪顶着你 要你把钱吐出来 这种情形 所以到最后的话 很多人就躺平 你现在看到叫躺平 对不对 不干活了 然后接下来能跑的先跑 资金先出去 人再出去 现在很多的资金外流 很庞大的资金外流 这都显示出 中国并不是真正对民营企业友善 不是真的对私有产权 那个智慧财产权等等 有一个友善的保护的一个态度 不是 他因为没有这种观念 所以你会看到他的经济动能 到底又找不到新的动能 来填补来弥补 也就是说他的转型跟升级失败 失灵 所以现在他的问题就是 台湾也是走过很多发展阶段 一开始我们靠清工业 叫做劳力秘籍产业 纺织 衣服 鞋子 玩具这种 后来我们就开始转到重化工业 后来转到科技业 后来转到供应链 我们不断地推陈出新 叫做转型跟升级 那么中国一样要走这个路 因为他现在碰到的 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从落后开始追赶 向前面逼近的时候 你会一开始可以模仿 参考别人的发展经验 可是到后来的话 你要开始做你的研发 做你的创新 从技术创新到商业模式创新等等 那所以你就要鼓励多元性 鼓励灵活性 鼓励差异性 可是在中国那种体制之下的话 大家都要看上面 定于一尊 党的领导很权威很控制 所以他强调的是控制 我们资本主义体系 市场经济强调的是竞争 不同的概念 我们用创新来竞争 他是用权力来控制 然后所以他这种体制之下 到最后的话 他学别人的部分 做公共投资的部分 一旦完成的话 后面就没有动能 整个就卡住 所以他的经济不但到顶 而且接下来的话 他清理那个债务就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他前面的发展是借钱来做建设 然后这个债务的话 因为你的建设虽然很漂亮 但是没有经济效益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还本付息 你就变成债务危机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他现在 整个就在忙着处理债务危机 就这样子 好那老师刚刚提到 就是说现在中国 就有打压这个民营企业 但是我就要反过来问 其实我们也知道 中国人民银行 是有提出一个 二十五条具体措施 就是要来帮助这些民营的经济 那难道这些 并不是一个协助的措施吗 首先民营企业 如果你是民营企业 包括台商在内 你会问他 这个人讲话 有没有信用 你现在看以前 他贸易战刚开始的时候 习近平还把民营企业 再找来说 都是自己人 后来呢 产业监管 查税 什么什么都来 共产党讲话也没信用 所以白子黑字的写下来 也不代表是 就是会这样子 没有信用 你看他连 国家总理这一级 李克强都死得不明不白 那个国防部长 那个外交部长 消失就消失 他那里面的话 因为没有明确的一个法制 跟人权的保护 很多人现在已经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人身安全 还不要讲个人自由 个人自由都被限制 人身安全也会出问题 所以现在外制看到那个缓间谍法出来 还有强调说 所有的企业都要为国家提供情报 干脆就走人了 不要再留恋 因为他那个环境 不是真正适合经商的环境 不是真正适合市场经济的环境 他很多的干预 很多的行政介入 壁垒 很多的市场的准路 是有限制 有障碍 所以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应该要创造一个 跟别人一样的 一个经商环境 自由市场的竞争 然后政府的角色是很有限的 比如制定规则 做仲裁等等 政府的角色是很有局限性的 不能一直扩张 他现在不是 你现在他看到的 就政府的权力跟机能 一直在扩张 有人在怀疑他要走回计划经济 其实他也不是 就是说政府的公权力 不断的介入市场运作 介入经济运作 这个管那个管 这个监管那个监管 这样的情况下 没办法 所以很多外资就干脆走了 台资到说也应该走了 像日本韩国根本就直接走了 所以你现在他提出具体的措施 要支持民营企业 请问你民营企业 感受的因此投资吗 你要考虑要投资下去 可能是要一阵子的时间 不是说一两个月的 可能都要一长 很长一段时间 你设个厂 你不能说等一下方向变了 然后要 对不对 我设一个厂 大概也要几年才能够回收 所以很多人要考虑的是 你这个人 你这个政府 你这个领导 有没有信用 有没有可信度 如果你没有信用 没有可信度的话 你讲得再好听没有用 那我们再拉回 这个总体的中国经济来看 其实我们原本 大家预期说 可能在解封之后 中国的疫情可能会再复苏 但是实际上现在看起来 没有这样的迹象 那之前老师其实有特别提到说 中国现在是结构性的全盘问题 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性问题 你可以再详细的说明一下 我们举几个例子 改革开放 首先大家都发现的 就是说中国有人口红利 就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 可以让资本来运用 所以境外的企业 外资进来 台资进来 日本韩国也都进来 就是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 让这些廉价劳动力得到就业 得到所得 能够投入生产 然后现在的话 人口红利消失 现在中国的工资已经上来 甚至于超过东南亚 所以他的那个劳动成本 现在已经不再具备 所谓人口红利 那样的竞争优势 这第一个 人口红利消失 那第二个呢 他有所谓政策优惠 那政策优惠的话 现在很明显 现在那个财政缺口很大 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 所以他的那个 这个对企业的态度转成说 他要跟你抢钱 他要你把钱吐出来 政策优惠其实已经缓过来了 变成说政策不优惠 就是到处要找你抢钱 再来一个 以前可以容忍环境污染 很多环境污染的企业 中国说来啊来啊 对不对 现在不同 现在要提高环保标准 这个本来是好的事情 可是你这一来的话 就会影响到企业的成本 很多企业的话 要更新设备 处理污染的水 污染的空气 然后加重他们的生产成本 有些想一想 就干脆算了 就转移出去 所以你会发现当年人口红利 环境的红利 政策优惠都没有 最后还一条 很大的一条 就是你生产完了之后 你出口到哪里 美国 美国提供出口市场给你 美国给你最惠国待遇 美国帮你加入世贸组织 用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名义 然后美国还把贸易跟人权脱钩 等等 所以美国还给你订单 最后 所以美国在大力帮助中国的改革开放 现在你知道吗 美国现在已经发现情况不对 所以美国现在已经撤回来 把对中国的支持撤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说你这个结构上来讲 你缺乏美国的支持 那你的经济发展肯定就会有很多的困难 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整个改变 再加上这个 现在领导人的思路 跟当年邓小平 那个江泽民 胡锦涛 所谓改革开放路线 已经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担心改革开放 再推动下去的结果 人民依赖的是市场 不是政府 然后后来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会出问题 会动摇 因为大家不需要党 不需要政府 不需要党 大家需要的是市场 需要的是国外来的订单 不需要看你这个党的脸色 那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不见了 所以他们现在不乐见改革开放 再推动 继续走下去 那这个 这种想法跟以前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时候不一样 他说谁不搞改革开放 谁就下台 发展才是硬道理 对不对 那当时那个 他说贫穷不是生 不是生产力 我们要追求生产力 所以不能满足于 这个贫穷的那种状态等等 所以邓小平是要追求经济发展的 叫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表示说 不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这是以前 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就是你有钱 我没有钱 我就要对你发动阶级斗争 那不行 那个想法不行 因为到一个程度以后 大家一直忙着分饼 分到最后饼 没有人把饼做大 有什么用 对不对 所以改革发展就是要把饼做大 那现在你习近平又开倒车 就是所以这个是个问题 因为习近平等于是对改革开放开倒车 就影响到他跟美国的关系 那跟美国的关系 一出问题以后 刚刚讲的那些 那个人口红利 环境的红利 政策优惠 就没有办法起作用了 因为最大的一个是 大的环境 大的背景来讲 是美国支持你的改革开放 你东西生产完之后 可以出口到美国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条件 然后习近平以为中国已经翅膀硬了 可以对美国叫板 美国发现不对的 开始撤回对中国的支持 现在中国就会发现 经济增长动能不见了 然后结构性问题转不过来 然后想要推动刺激经济的措施 也刺激不起来 整个环节就是这样子 好 再来我们要聊到一个是 经济的魔咒 据说这个经济学界有一个很奇特的理论 叫做百分之七十的魔咒 那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国家 它经济的总量如果超过 美国GDP的七十percent 那这个国家的发展速度 就会放缓 跟美国的差距 要再度的拉大 不知道是不是有益的 因为日本也是如此 中国现在会不会也面临这样的魔咒 是啦 但是一开始是苏联 二战开始的时候 苏联的经济体在前三名 应该是说第二大 当时日本跟德国在废墟 还没有重建 所以刚开始 二战结束或者初期的话 美国一国的GDP 大概占全世界百分之五十 独大 然后再来是苏联 然后苏联跟美国之间 没有密切的经济挂钩 这个不一样 然后现在 后来的日本 跟美国有经济挂钩 但是它逼近美国的时候 美国修理它 是修理它的半导体 然后日本并没有因此就衰败下去 日本还是工业发达国家 日本还有其他的产业 包括钢铁 化学 消费电子 造船 日本还有很多行业 当然也包括科技业 它只不过半导体这个部分 美国打压它 这个有 但是日本再怎么讲 也是美国的小兄弟 日本的国家安全是美国在负责 相当于说 日本是美国的保护国 所以日本再怎么样 美国只是压抑它 不是要对付它 现在中国不一样 中国跟美国有紧密的经济关系 跟苏联不一样 苏联跟美国没有紧密的 苏联跟美国之间没有紧密的经济关系 但是中国跟美国有 高度的互补心 上下有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 两国要对抗的话 我们一方面有紧密的关系 二方面又要军事政治的 外交的对抗 这个是此无前例 所以美国也要花一阵子时间 所谓脱钩 我们先脱钩了以后 再来回到美国苏联这种情况来对抗 所以现在是在脱钩的阶段 那你这个脱钩的阶段的话 一个根本的原因是 重要的议题是 中国没有在发展过程中建立自主创新能力 然后所以现在他没有办法自己来推动技术创新 他还是只能从国外找专家或者诟病 买别人的技术 或者去窃取别人的商业机密 技术机密 他没有办法自己 就是他的研发能力 所以不是没有 但是显然不够用 所以他病得说 没有发展起来 没有跨过中等所得陷阱 未富先衰 未富先老 现在人口老化 所以他现在很多问题 不能跟那个拿苏联日本来比 再加一点 他的经济总量 也没有到美国的百分之七十 他的经济数据是加水分的 美国的研究的结果 发现比较客观的 或者另一种算法 中国经济总量只占美国的四成 不是七成